之前状况百出的新巴士服务走过艰难的一星期 经过周末的路线调整 今天早上的巴士发车频率已明显改善 维奥连运在其他巴士公司协助下 早上派出14架三路车输到上班高峰期的人潮 在观察等三路车的乘客甚至可以等到有空位才上车 不过经过短短三个站 就连巴士门边都已经挤满人 上不到车的乘客只能望车心探 其实三路车不是很远开过来 但是都上不了了 维持了一两年都是这样 三Mix主要就是在雅连房 直接去阿玛拉前地 这个是一个区间车的安排 也都是回应有一些市民在中间上不到车这个困难 维奥连运8号起会在繁忙时段安排一路专车3X 输到中区的乘客 虽然巴士站的路牌一一列明了3X路车的时间路线 不过这辆3X专车整个早上都没有人见过 维奥连运就表示 指挥中心显示3X的确已经发了车 不过可能显示的并不是3X 而是原来的三路车 所以才会有人误会 支援车不见了 澳雅卫视 马永斐台北信王冠中陈建宁 澳门报道 高兴报道 大交易 高兴报道